休斯顿中华文化中心配合电脑科技的优异特性 进而推展多元的中华文化特色 上周日10月27号举办汉字文化学艺竞赛决赛 以年龄分成人组及青少年组 希望借此加强海外华裔子弟的中文能力 并提升他们对中文学习的兴趣 10月27号上周日文化中心配合汉字文化节系列活动 在文化中心举办了学艺竞赛的最后决赛 由校内学生经过各班的出赛之后的优胜者参与最后决赛 青少年组分成学前班的朗读比赛 二年级到三年级的说故事比赛 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演讲比赛 和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心得报告比赛 校长周乃铭表示 已经历过六个年头的学艺竞赛活动的文化中心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内容 希望能够不断积累这些教学经验 来建立充实的教育资料库来嘉奖华裔学生 我们到今年为止 每一年的比赛都是不一样的主题 然后最后最五六年下来呢 这给我们中文学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 就是无论是打字比赛啊 或者说故事比赛 像说这个认字比赛啊 和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尝试比赛的话 我们利用这个比赛的机会 然后联合了我们自己中文学校老师啊 非常精心的做出来的题库 这个题库得来不容易 因为这个题库呢 是我们中文教学的一个基本的database 基本的这个资料库 所以老师不但可以用它 而且呢 在以后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可以添加更新的这个资讯 让孩子让我们这个比赛比较容易来执行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我要再一度的谢谢 乔委员会 每一年的话都能做这方面赞助 确实对孩子们学习中文 尤其是中文的应用 有了非常非常好的练习的机会 当天获奖的学生将于11月3号 周日中午的两点半 在251教室 由乔委会代表颁发优胜者的奖状和奖品 希望建议提升青少年的语文能力和学习兴趣